好 观众朋友您好 一般日本企业给我们的印象会是什么呢 那大多都是穿西装打领带 还要跟长官90度鞠躬 不管在形式或者是制度上都非常的拘谨 但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这种大企业高强度的职场环境 已经在日本社会渐渐的盛围 这除了是Z时代年轻人想改变之外 其实背后还有日本政府新兴的布局 而今天的环宇大话题就要带您了解 此时此刻正在驱动日本产业革命的创投计划 好 首先讲到创投这两个字 我们就会联想到互联网 人工智慧 或者是网络科技等等 这些都充满着新想法 新观念 新观点 还有年轻的活力 那为了摆脱这种老套的终身雇佣士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就推出了一项创业发展五年计划 期盼能吸引外资创投公司进驻日本来 好 那目前详细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手笔 包括增加签证的数量 延长创业签证的时间 并在东京大阪等地创立专门的新创基地 但究竟这些招募人才的措施 已经实施了好一阵子了 成效如何呢 我们把数字拿出来看就能一目了然 根据最新的统计 光今年上半年 国外创投基金对日本的投资金额 就高达新台币将近50亿元 这比去年同期是大幅增加了69% 成长幅度相当的惊人 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中 还有一堆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创投巨头 这包括了细股投资的传奇A16Z 还有主打科技业的Techstars 他们都名列其中 好那对于这方面比较不熟悉的观众朋友 我们就先带你了解一下 这家企业名称古怪的A16Z 究竟是何方实胜呢 其实Facebook、Pandreash 这些流量超高的社群平台 早在炒创时期 通通都是A16Z过往的投资对象 可见它的地位还有备份之高 是深具影响力的 而如今A16Z长期来看 它看好就是日本出色的游戏半导体 还有动漫产业 而终于在今年的4月 它风风光光的宣布 它将对日本推出总计新台币 2300亿元的投资基金 对象包括日本的电信电话集团 以及多家保险公司 将能为岸田文雄它的产业转型愿景 提供一大助力 好那另外我们刚刚说到的 另一家美国创投Techstars 也同步推出了 类似企业选拔的新计划 根据公开资料 入选的12家日本新创公司 都是它们各自会获得 新台币36万元的资金 外加三个月的商业指导 据说Techstars它看准了 正是把这个动漫 还有科技业连结的 日本新兴企业 协盘能借由区块链 把日本文化产品 再推广到国际市场 好那最后就有专家 他们出来分析 认为岸田文雄的盘算 是相当的高明 甚至要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也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在美中竞争之下 许多外资都撤离中国市场了 那刚好日本这时候 推出招商引资的政策 虽然吸引这些外资 转移他们的亚洲根据地 那事实上呢 日本社会本来就有 扎实的工业基础 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助攻 再开拓更多的潜力 就很有机会 变成下一个全球新创大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还宇大话题 请订阅 按赞 分享还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